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不知道那时候刚刚所谓的苏联时候最末期的改革 就容许多些人可以去新思维 那斯卡洛夫那时候其实最初他是被流放的 但是那个处境和中国的文革时候的科学家都颇为不同 始终是他在西方里面那个重视程度很高 所以一直都没有杀他 到最后就是临架之前他就向巴勒杰夫提出很多很多批评 那也都容纳了 那我们今天去讲就不是特别讲沙卡洛夫 我们讲这个Lieblander 但是我想开场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在他们当时就是由这个列宁 史太林一路下去到这个巴勒杰夫 其实苏联那个物理学不是类似中国文革的情况 他们仍然是不断地在发展着 这个我自己就算我小时候读书都会去想的 就是大家比如说苏联他的红色政权建立了之后 和中国的红色政权建立了之后 你看到他那种基础科学的发展 那个速度是有不同的 如果你说由49年去 就是中国的49年看到后来 你会发觉那种破坏的程度是大一点 就是现在还经常讲的 49年之后无大师的 基本上不只是在物理学出现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整个知识界 知识分子界都是出现了一个断代断层 甚至乎就是说我以前在中文大学一位老师 他就自己在加州理工读书 年轻时代加州理工读书的时候 看回加州理工当时邀请回 当时北京大学的周培元 周培元他本身都是加州理工的校友来的 就请回去做一个学术演讲的时候 都发觉那些东西已经是很不更新的 已经是断了 那同时间又不只是跟苏联比较 你也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 究竟日本那样 为什么它那个英文学得那么 也不是那么注重英文 但是为什么它那个学术和外面 都依然可以在基础科学上跟得那么贴呢 哦 原来跟他们的翻译是很有关 跟他们那种 跟西方世界的学术参与 继续是有紧密联系很有关 苏联很有趣的 因为这个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阵停分开 所以基本上苏联自己 搞那套这样的科学呢 它就完全是用回自己的规矩自己搞出来的 然后在中国它也有自己的规矩 但是出来的结果可以很不同 其实很多人就会问 为什么那个结果可以差那么远呢 你会看到苏联似乎就是 它没有落后了 它几乎就是说 在整个太空竞赛 军备竞赛 星球大战这些东西 甚至乎 就是武器竞赛 完全是跟美国变加齊 甚至乎某一些领域里面 基本上美国都已经害怕它了 基本上这件事情我们见过 但是似乎在中国一路就在后面 而且似乎还有一段时间 你说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 还是越跟越远的 越跟越掉的 那这里就很看到了 有很多人去问 究竟在处生在苏联学术界里面的那些人 他当时面对的是什么的环境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值得我们回忆一下去论一下 是啊 那麦理学方面 似乎那个杀伤力就没那么大 但是在维传学方面 就非常的严重了 因为曾经出现一个里申科事件 就是那个人就是一条不学木术的人 但是他轰到这个史太林 结果呢 就是凡亲这个批评他那些人呢 全部都去了勞改 但是Live Landau都有批评过这个里申科 但是幸好因为他实在太厉害了 而且他又不是维传学家 他是这个物理学家 所以他就没事的 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这个Live Landau 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那么厉害呢 那首先说一下 那他1960年代都有得到罗贝尔奖 而且他得到罗贝尔奖 都去不了瑞典拿的了 那天都已经是晚年已经撞了车的那个时间 那如果纯粹由他的学术贡献呢 那你就看到他是对于那种 物理学上面我叫超流体那种 那种研究是很独度 有独度的研究 而他的涉猎不是只有这方面的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本身读物理的人 我们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说 或者你可以比较一下其他的学科 你找不找到一个大师 是可以将这门学科学面每一门的课 都几乎都可以帮你出一本教科书 譬如很简单 你读心理学的人都很清楚 一年班心理学 二年班心理学要是读什么课程 大约你每个学期读三五个课程 是作为你的主修 你读两年的时候 有小成的时候 是说你要读过这个学问里面 十几个主科的了 我刚才已经讲的 由入门到进阶的读了十几个课 Leaf Landau这个人是厉害得怎样呢 他可以将我可以说 基乎物理学里面所有的 由基础到进阶到高阶的学科 都有能力写一本教科书 他写出了教科书那种深度 我不会说他深入淺出 是深入深出 是深入更深出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本武林秘级来的 他写出了那些武林秘级 每一本神功都有 每一本都是议到第七层的 所以他会说他写的那套书 就不是undergraduate level text 而是graduate level text 专是给研究院入门的学生 来读的一套书 比如说基础的力学 电磁学 接着是讲到那些量子 相对论 就是统计的力学 接着还有那些关乎波动 那些科学 我都要看回我自己那套书 我塞了去哪里 我有去做书 没有放在我现在这里 我没有拿过来身边 留在我自己的祖家 人人都觉得有这套东西 李斯是叫做厉害的 就是因为他本身那种博学程度很高 尤其是中间他最独到的就是处理那些这样的 叫凝聚态物理 结合了量子力学这些学问 来去解释一些现象 可以说他的学问最耍家的东西 融会了凝聚态物理学 统计力学 和电磁科学量子力学 几样东西融在一起 去由最基本的原理去尝试解释 这些物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他最耍家这件事的时候 去研究中超能体现象 就能够运用到他的这个智慧 就给出很漂亮的解释 尤其是对于那种 应该是害气在他那个 为什么是在绝对力度高一点的温度 是会变成有个超能体那种 他给出一个很独到的见解 来解释到这样的现象 他的博学这件事我会服 他的独到研究我会服 但如果你留意他的生平 我觉得很了不起 有很多人去到一个厉害的地方 入得宝山都是空手会 但是Lando他这个人 他不是说一生都留在苏联这个境内 他在中间有一个很短的时间 短到几个月出外交流 大半年的时间在德国丹麥这些地方 这样去做学术访问 他就回来跟着大师学的自己变成大师 这件事没有了不起 他曾经他会自称自己是New Board的学生 但其实他跟New Board相处的时间 是说了几个星期 但是他在几个星期里 就能够学到最劲的东西 就是把那套梁子力学 自己就挥了自己 所以这种就是说 那种天资 那种博学 就是那个全才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但是很可惜 他自己就没有教到多少个很出色的学生 但是他自己本身就功力深厚 但是他自己也曾经 他对于周围去见过的一些物理学大师 他给了一个评价 他将那个评价是一个量化的评价 就是这个是属于第几等 这个是属于第几等 他是有他的一个scale 在他认为 好像牛敦这些 就是叫第0等的大师 很瘋的 爱因斯坦那些 好像叫第0.5等的大师 就是说第0等 第0.5等 就是比第一等更厉害 这个意思 他就自己 明明自己 就是自己去品评 是否评价自己 就是第2.5等 那譬如有哪些属于第一等 譬如好像 刚才台长你有展示出来的 Shorlinger Heisenberg 就是创立这个量子力学 学问的这些人 就算是 应该是第一等 另1.5等 我不知道 他这些人 我觉得他不是刻意欠虚 就是Lando 这种人 基本上是十四后市 而我自己看到 很有趣 在苏联的 尤其是这些基礎科学研究里面 我不知道这种是苏联自己当时的制度是怎样 还是斯坦夫民族的民族性是怎样 我不知道台长你有没有试过和俄罗斯人相处打交道 你会怎样去 我同一个认识俄罗斯人的打交道 我也知道你是谁 但是你说 我自己以前也有一些東歐同學 有俄羅斯人 有烏克蘭人 有格魯吉亞人 我覺得他們這些比較東歐民族的人 尤其是男人 有那句話那句 很值得的 他們就算經歷了 我不知道 有一些民族 你知道了 憂殘胃基一些 可能被訓練了幾千年 那些東西要識看眉頭眼睛 不要有那句話 說到口中留本句等等 有這樣的規矩 但是斯拉夫民族 尤其是我們做這些科學的時候 我覺得厲害和我覺得不厲害 他們很願意有一套客觀標準 他們很主觀認為這個厲害不厲害 但是他們很願意就將它說出來 你如果只看回AK47那個故事 就是那個Kalashnikov 怎樣去研究AK47的故事 就是他可以最後一件事勁到就是 那個負責部門那個頭都願意放棄自己的設計 來給AK47出去做選拔的 就是可以看到 他們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 發揮他們民族的時候 使他們起碼在文理學這方面 就是很根據一種客觀的辯證來去定優劣 就知道他們在這裏比較根據科學精神 來去推這個科學 而且也是對於這些知識分子 都是有一個比較 你可以說寬容的空間也好 可能他們覺得就是要比這些位置他們說實事求是的東西是應該的 但是Leaf Landau 現在看到他坐牢的照片 但是這個就不是因為這些物理學問題 是他主動將這個史太林主義和德羅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主義 就是1938年就拘捕了他 這是政治問題的這個 但是沒有殺到他的 他有另外一位的同事 這個也是很著名的 應該是Peter 這個就是俄羅斯的Peter的形式來的 就是Kapitsa 就跟史太林說 你一定要放他出來 不然我就不幹 如果照計在其他地方應該兩個都殺了 但是很幸運 他担保他出來之後 他不講政治之後 他出來了 所以就體現到就是 蘇聯去到那個政治 最打壓最嚴重的問題的時候 都沒有殺到這些物理學家的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如果錯了 你說我這樣 就是他們是這些這樣的從事老暴 努力的知識分子 是工人階級來的 是啊 他們給工人階級的待遇 而且還是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 所以在他們自己的那個分類裡面 這幫人都是屬於叫做 不是說要放到豬欄的那一堆 就是這一堆人就算要坐牢 可能都是將他流放了 令到他不能夠跟外界溝通 甚至乎就可能流放了之後 都還可以給他定量配額到 有幾多的福特加和格雅斯這樣的飲品 但是這件事你在中國文革的時候 或者不要說文革了 要反右的時候 你很難想像 就是你知識分子是不是 尤其是文人 是不是都可以被視為有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呢 那不是啊 芳麗茲不是啦 但是這個不需要深究啦 他很吊詭的 就是因為雖然他被線下人搞 整過去啦 但是1949年和1953年呢 他都是拿線下人獎的 還有呢 正如剛才你說的 他1954年呢就是 社會主義勞動 工人 英雄 他那時候是解決了那個什麼 我忘記了 他是fix了一個問題是立功的 就是這件事 這裡有寫的 是什麼核彈 核彈 他猜到那個yield 是 去計算他那個核爆的當量是多少 那個強度是多少 就給出了一個合理的數學模型 去從理論層面理解蘇聯的輕彈 所以這個是對於國家來說是有公分的 所以他在這個 他就算面對那個被罰的處境 他是有他的空間發揮他的智慧來去 所以你看到蘇聯他怎樣去處理這一批 被認為有先進生產力 他們認為可以被改造的人士 這樣就會讓他們有機會發揮所長 同一時間你會看到就是說 對於在文革時期 他有科學建築的人 他一下子被打倒 很多時候真的要等到文革後才有機會翻身 是啊 是啊 題外說就是他除了物理學之外 他是宣揚這個自由的戀愛 就是說他不贊成這個一夫一妻制 他也鼓勵他的太太和他的學生去實踐這個自由的戀愛 但是我猜這個也不是戀愛 應該是性愛來的 但是他老婆就不是認真受諾啦 OK 那我最後想問你 就是經過了這麼久 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 俄羅斯那個物理學的進展又如何呢? 你說現在講最新的進展呢 它在某一些精神技術領域 它應該是有獨特的研究在那裡的 就是憑我有限的觀察 你起碼知道呢 它是有它的那種火箭技術的研究 如果基礎科學疫苗裡面 你都知道在疫情的時候 它嘗試開發自己的疫苗 但是成功不成功呢 那有人是質疑的 有人甚至乎壞盤數據是假的 但是不講研究方面 始終我自己不是不熟悉的 但是如果我自己不能夠 譬如說比較旁邊去接觸到 就是由蘇聯那個學術系統訓練出來的學生 那種的能力是高的 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自己個人來講 我非常佩服那種蘇聯時代他們那種學術訓練 在蘇聯時代叫做博士那些人是很堅抽的 一定是有自己創建的 其實蘇聯的博士是等於 和大師是畫了等號那樣的 對於一些沒有能力 純粹是完成了一個普普通的論文的人 就不會給博士銜頭去的 就給一些叫做副博士的銜頭給他們而已 就是用這把尺來量度 譬如你眼前的陳志雲 副博士都不如 陳志雲這些就是他們的標準 我還記得當時我自己在紐約讀書有一兩位 就是在蘇聯解體之後投奔了去美國的蘇聯教授 其實就是前蘇聯 有些是教魯吉亞的 就是解體之後 我記得有些師兄跟我說 這個沒有這個不起的 這個本身在蘇聯是正正式式的博士那些人來的 那些教授在那個莫斯波那個理工學院那裡出來的 那類的那樣的人 出來的那種學術功底就非常的實正 小弟在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裡面的時候 很須不須也都請了一位前蘇聯的教授 令到我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過程裡面非常痛苦 但是學問上來說 不得不佩服這一批人本身是非常硬正實正的一班人 個個都是 起碼有Leaf Lander那一套博士論文答辯 個個都 他們認為不到 個個那一套書不是 不要叫自己做科學家 不要叫自己做俄羅斯科學家 或者蘇聯科學家 就是他們那種學問紮實的功底 由最基本的教科書已經打得好了 然後再由這裏砌上去 那我的能力是非常的 我會說俄羅斯研究生當的能力沒有退步 那可能國家那裏會不會有些什麼先將落後 我會覺得這個只能夠用俄羅斯本身的投放於科研的資源 夠不夠來解釋的 那不夠錢有很多人都走的 所以他們很多都流失了去不同的國家 甚至我說有些應該去了中國的 那最後想說說就是他都很不幸 就是他60歲的時候撞車 竟然昏迷了兩個月才醒來 自此之後他就已經喪失了那種物理學研究的創新的能力 那有一個很著名的蘇聯的心理學家 就想測試你撞車之後 你的腦子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這是一個很簡短的對話 就是這個心理學家就說 阿Lando先生你給我畫個圓圈 那他畫了個十字架 那這位收入家就說你給我畫十字架 那他畫了個圓圈 阿Lando先生那為什麼你不跟他去做呢 那他就說如果我跟你去做的話 那你就當我是弱智的了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來說明自己 你不要當我是傻的 不是 他沒有了物理學那種創新 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是他基本上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我們今天就科學會了 我們到此為止了 其實涉及到這個鐵幕國家的米羅家 其實很多澳洲精彩的東西 可能我們遲些有一天我們要講沙卡洛夫 沙卡洛夫也是很厲害的 你繼續數下去的 就是我們找到 跟這個鐵幕國家有關的精彩科學研究科學家 我們都希望能夠去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